一百萬叫億 所以一百萬當中一萬個人當中叫一百億 聽懂我的意思了嗎 所以當中他只要在那個最高峰的時候喊卡收 那些錢就進來 有沒有聽懂啦 有聽老師概念喔 那我們講說其實北部當中這比較少 我有時候跟中部的夥伴我在講說 我說中部的部分 我講說很多那種做老鼠會的部分 在中部當中來說其實蠻多的 台灣有一陣子還流行一樣東西 那樣東西叫基金 基金有三種 一種是獲得基金對不對 另外一種是那種投資那種 那種叫做縱膨基金有沒有 那個就是什麼可能證券公司或投資公司 他不是有專業經理人操作 你買他去買別國外的股票啦 或是黃金那些那個叫基金 台灣有一陣子流行這個基金 聽懂我意思嗎 那基金是什麼有人就問我 老師最近當中我們很流行那種買基金 我們在那個地區很流行買基金 我說基金是怎樣 他說就是我只要到買一口五萬塊 五萬 然後當中我進去了之後 當中兩年之後 我就可以拿回八萬 我說那很厲害耶 五萬拿八萬 拿三萬進來 所以投資報酬率兩年叫六十趴耶 一年叫三十趴耶 有這麼好的事情喔 我就問他 他聽到太好的事情 我就會問條件是什麼 他條件很簡單啊 就是我找三個人都拿五萬 然後這三個人一人找三個人 只要總共有九個人拿五萬出來 我就可以拿八萬回來 那是什麼 就是老鼠會嘛 你們聽得懂我意思了嗎 也就是說 他今天假如說我五萬投資 他說跟你講投資去投資什麼東西 然後當中來賺到的錢來分 那個叫做正常投資行為 對不對 但是他跟你講說我今天拿五萬進去 然後我兩年之後拿八萬回來 可是我的前提要件是我要找我三個朋友 一人拿五萬 這三個人一人要找兩個人拿五萬 所以我才可以拿回八萬來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我賺的那三萬的錢 不是利息錢 不是投資所得 是因為找底下的人拿來的時候 從裡面撥出來 有沒有聽懂的啊 有聽老師概念了齁 老師這樣講清楚 我為什麼要跟各位講這個東西 我說真的你要說吸金跟老鼠會 其實它不一定當中什麼樣 是要用傳銷的方式來做 很多傳統要吸金更快 傳統的吸金方式是什麼 叫做未上市 有沒有很多人在賣未上市股票 不是說未上市股票都不好 有些公司是未來很有前景 他未來要上市 可是他很多人就是 因為我們一般消費者 是不太了解那個訊息的 有人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這家公司 現在當中他準備要上市 一年後要上市 一年後要上市 現在的怎麼樣 股票當中賣給你 一股當中譬如說是三十萬 將來上市之後最少一百一十萬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你就可以賺八十萬 我好康的報給你 結果你就聽了之後 就買了一大堆 聽老師概念 買了一大堆的時候 當中接下來過了隔年 你家裡當中 只要裝潢的時候 就不需要買壁紙 聽得懂我意思嗎 就是把那個股票 貼在上面當壁紙 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受傷了 就覺得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我們無從去判斷 而且他的方法 有很多人甚至用 看到傳銷找人很快 他就用類似傳銷的方式 操作老鼠會 各位聽老師概念 不是說傳銷會變成是老鼠會 是很多類似這樣的方法 就是我找幾個人 你去找幾個人 只要你找到幾個人 我就可以領多少錢 所以我們講 傳銷跟老鼠會的差別 來看到 傳銷當中他的業績來源 好不好 來各位看到 業績的來源當中 是來自於什麼 業績的來源 是來自於你產品分享 所產生的業績量 來計算你的收入 聽老師概念嗎 我做多少 我的下限各自做多少 所以我可以領多少 這個叫做傳銷 可是老鼠會的部分是什麼 是以人頭來計算 一顆人頭賺多少 或者是你只要找到多少顆人頭 你幾顆 底下有幾個人 加入我就可以領多少 有沒有聽懂 有聽懂 有聽老師概念了 這個叫產品 好不好 寫大一點好了 不然後面看不到 產品 用來產品來計算業績量 而所謂的老鼠會當中 是用人頭來計算 就是你找幾個人 這幾個人找幾個人 就可以領多少錢 用人頭來計算 各位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這是他們兩個第一個差別 所以很多老鼠會當中 什麼商品當中 根本不重要 它賣的是一個空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香港還更神奇 他們還有賣什麼東西 我上次跟夥伴講 還有賣黃金 黃金種在土裡會長出黃金 就是你先拿十萬塊買了之後 他買一筆黃金 然後你埋在土裡 然後我說然後咧 然後你找兩個人 他們也就買十萬 買在土裡 然後將來經過三年之後 黃金會長出更多的黃金 你就會拿多少錢回來 我說這樣有人相信喔 他說有啊 我說快發瘋了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好問題的點重是在於 你會發覺到一件事情 其實老師要跟各位講 很多人當中 如果會被騙 其實都不外乎一件事情當中 叫什麼貪 對不對 可是你看我們看到金光檔 那金光檔那受騙的人就很難過 就是跟警察站會講說 我被騙了 結果你真的去了解金光檔的手法 你就知道今天只是未貪 因為他告訴你那個人是神經病 他那個抱的一堆都是黃金 他以為是鈔票 你只要拿多少錢 就可以跟他換那筆黃金 聽懂我意思嗎 那黃金值兩百萬 你只要拿二十萬他就跟你換 結果他抱了黃金回家變石頭 你想到說我早就被金光檔騙了 為什麼你要被金光檔騙 因為你想騙那些神經不正常的人 不是這樣嗎 對嗎 對 聽老師概念了 這個概念要了解 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來說的話 是法令 或是叫法律的 法令 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們講老師跟夥伴談 我們台灣的傳銷 基本上是採取的叫做報備制 如果你要用傳銷的方式的時候 你必須要跟公平會來做報備 也就是我提供了什麼樣的產品資料 我的制度資料 我的公司的基本資料 跟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報備一個月之後當中 你可以開始營運 當中我們叫做報備制 台灣當中的傳直銷當中叫做報備制 所以有些人跟你講說 有一些傳直銷公司你不了解的話 你也沒聽過 好想各位很簡單 你只要當中上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網站上面 然後它有個多層次傳銷的報備名單 你打進去就看那家公司有沒有報備 那家公司的資本額在哪裡 什麼什麼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一般我講說到公平交易委員會 我通常把它簡稱為公平會 其實正確的說法應該叫公交會 只是問題叫公交會 混難聽 公交通常講公平會 聽懂我意思嗎 可是到各位有時候 有些夥伴你到這個 譬如說是東南亞國家 譬如說你公司未來的時候 現在或是未來到東南亞國家去的時候 他們的制度不太一樣 他們的方式當中 譬如說在馬來西亞 他們叫做核准制 各位什麼叫核准制 就是你一個公司要成立傳銷公司 你要審核 審核過了它發給你牌照 你才可以營運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那個叫做核准制 但台灣當中叫做報備制 所以一般當中你說 我是所謂的經營者 我希望當中是比較有保障 你怎麼樣有保障 基本上當中報備 才會受到我們的法令的保障約束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當中來說的話 法令來寫上報備好不好 傳銷當中來說的話 你既然用傳銷的方式經營 就是這個公司勢必上是要報備 沒有報備的部分 你說我經營了一年兩年公司都還沒有報備 那你就沒有得到一個保障 而所謂的老鼠會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他根本不報備 反正他就是隨時當中跑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這個概念當中各位可以清楚的了解 可以嗎 可以 這是第二個差別 第三個差別我寫在上面好不好 各位說到底你們繼續往下抄就好 因為我怕後面的夥伴看不到 第三個差別是什麼 第三個老鼠會當中跟傳直銷的判定的方式 是所謂的退換貨辦法 我們的多層次管理辦法當中來說的話 有退換貨 退貨跟換貨 退貨跟換貨辦法 所謂的什麼樣 傳直銷當中通常會 你這個產品買了之後當中會有一段時間當中是 我可以考慮假如產品我不喜歡 或者產品我覺得怎麼樣 我有意見 我可以跟公司來換貨或是退貨 有沒有一個辦法對不對 所以當中它有一個合覆法律的規定 但老師這邊規定當中 我為什麼不特別寫出來規定是什麼 因為每一家你的商品屬性不同 事實上你規範的方式不太一樣 有一些商品當中它是規定當中 半年當中可以九折或八折的怎麼樣退貨 就是你退貨可以拿回八折九折的錢 保護消費者 有些商品當中來說的話是 我部分的商品是可以退換貨 但有些商品你一旦使用了之後 當中你是沒有辦法退換貨 聽懂我意思嗎 譬如說各位到百貨公司 我今天要試試要去試衣服 我西裝褲當然我可以試試看 腰合不合要改對不對 但是如果要買一個內褲通常不太能試 內褲穿完之後都可以試 下次我再去試人家的內褲 試完覺得怎麼癢癢的 有沒有聽老師概念了 所以商品不同當中 其實它會有一個期間 保障的期間不同 但是一般的公司傳直銷公司 都會有一個退換貨的時間 你多少天之內當中你可以猶豫 各位聽老師概念 這是你的權利的保障 可是所有的老鼠會當中 一定通常規範的就是 所有的商品蓋怎麼樣 蓋寄出蓋不退還 有些網友老師 我們的商品當中也會有些情況 不能退換貨 那是什麼 你開封或使用之後 但是所謂老鼠會是 只要你出去都回不來 有沒有聽懂了 因為它以人頭 這根本不重要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了 所以當中一般我們講到說 傳直銷當中跟所謂的老鼠會 有三個差別 好不好 我們重複一遍來 第一個 好 看到這邊 第一個傳直銷跟所謂的老鼠會 差別當中是來自於什麼的來源 業績的來源 傳銷當中是以產品的銷售總量 聽懂我意思嗎 來計算你的業績跟收入 而所謂的老鼠會是以人頭 對不對 你只要幾個頭 對不對 就零多少錢 類似這樣的部分 第二個差別點是在於 什麼的規範 法令的規範 台灣的傳直銷當中 當你要做傳直銷 你必須要保備 而所謂的老鼠會當中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的公司聽都沒有聽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了 再來第三個部分當中 是來自於它的退換貨 所以當中來傳直銷公司 會有一個標準的什麼 規定 對不對 而所謂的老鼠會當中 是怎麼樣 貨物基礎物當中 蓋部什麼 退換貨完全不行了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 你從這三個方向就能夠區隔 但老實講 我這個東西是讓各位去了解 你有時候跟一些潛在推薦的對象 你為什麼 我想說當它傳直銷公司老鼠會的時候 你第一個動作先問 你很有趣 為什麼你會覺得傳直銷公司老鼠會 各位聽到的是 你要先了解它為什麼這麼想 你再回答 你不要很公式化的就講 這個東西你自己記得就可以 他說當中 我不曉得 就是我覺得傳直銷公司老鼠會 很有趣啊 那你認為的老鼠會是什麼 老鼠會 就是老鼠會啊 你說那我了解 沒有關係 一般人可能都會這樣的誤解 其實我剛開始接觸到的時候 我很認同傳直銷的理念 但我也擔心 過去也聽過 到底傳銷是不是老鼠會啊 是不是只是找人同啊 等到我深入了解 結果發覺到正統的傳銷公司 跟老鼠會的差別 其實有三個 我跟你分析一下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你就可以用我們講的東西來說了 對不對 那如果有人說 過去有不好的經驗 那過去有不好的經驗 那就是那家公司當中 它有報備嗎 那家公司是怎麼樣的狀況 它的作業模式對嗎 那我必須要跟你解釋一下 我們跟它有什麼不同 所以當中 當過去有不好的經驗的 你要講的是你公司的特色 跟你公司是怎麼做的 你的組織是怎麼做的 有沒有聽懂啦 有 聽老師概念了 這是我們所談到 那第三個 對方指示當中 只是找一個理由來拒絕你的時候 他說傳銷就老鼠會啊 你說為什麼你認為是老鼠會 就老鼠會啊 不能傳銷上線賺下線的錢啊 對不對 類似這樣的部分 他可以講一大堆 這時候你不要回答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根本不是在那個問題 他的問題是在根本心裡面 沒有認同傳銷 你說那我花點時間 來跟你解釋什麼叫做傳銷 你就把我們剛剛講的六大特性講出來 有沒有聽懂啦 所以你要教你的夥伴懂東西的時候 同時要靈活運用 但是我們覺得很多夥伴 常常教新人的時候 只是教他背 背了之後他不會用 他用不出來 你有時候教你夥伴當中 什麼東西 背背背背背 背了是要能夠用得出來 而且心靈神會 才能發揮功力 你背了之後當中 只是公司化的在講 很多夥伴在上課的時候背的很好 但是一出去就不行了 碰到客戶用不出來 而且最怕的是 題目跟答案背錯 背錯體聽得懂我意思嗎 人家講傳銷是老鼠會 他背出來的是 傳銷成功是少數的答案 對不對 他就用不出來 這個概念能夠了解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整理一下 我們當遇到傳銷 人家是老鼠會的時候 或者說傳銷是老鼠會的時候 我們幾個方向 第一個回答方向 先釐清老鼠會的定義 先問對方 你為什麼會認為傳銷是老鼠會 聽到這概念 先了解它是我們剛剛講的 三種問題的哪一種問題 有沒有聽懂 有 第二個是什麼 然後我們在跟他談 政府的規範跟法律 也是談到 這些都其實有什麼差別 我們現在其實 傳直銷當中來說 大家越來越接受 越來越了解 正統的傳銷公司 其實就是一種行銷的通路 它就跟連鎖加盟店一樣 只是它是一種 無店鋪的連鎖加盟店 是不是 你就談這樣的東西 OK 這個概念 那當老師要跟各位談的是 好 好了嗎 來來 停一下 看到這邊 各位有時候我們要去輔助加強 改變它的觀念 你可以當中來說 以你公司的優勢來凸顯 譬如說今天人家講說 你們傳銷是老鼠會 你想說加入我公司是一個 剛好有一個很大的旗艦店 示範點 超市或anyway 我想說如果我們要做老鼠會 我們根本不需要花那麼大的成本 投資做這樣的東西 如果說你們公司是商品的屬性特別強 你就想說我們要做老鼠會 我們公司根本不用大費周章 要引進這麼好的商品 你這麼多的商品系列 我什麼也都能賣 各位聽老師的概念 老鼠會的商品根本不重要 老鼠會當中有沒有商品也不重要 甚至要告訴你一件事 反正你一口單就是十萬 你要什麼自己再看 它的重點不是在商品 它的重點是在於 錢 人同 聽懂這個差別了 聽老師的概念了 對不對 你說要真的做老鼠會 我也可以跟你講 這個遙控器也可以做老鼠會 你只要一加入的時候 當中買一萬組遙控器 聽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一萬組遙控器 你只要找三個人投加入 一人買一萬組 然後這三個各找三個人 當中你就可以領多少錢 你問老師 那遙控器也能賣 我重點根本不是在遙控器 我重點是在於 你只要找到三個人 三個人一人找三個就OK了 所以老鼠會的方式是在於 人同而不是在於商品 聽懂這個概念了 這樣子能夠了解 第三個部分 老鼠會當中怎麼樣 一般傳統也有老鼠會的性質 所以傳統老鼠會什麼意思 就是傳統事業 它也可以做老鼠會 不是說只有傳銷當中可以做 你要這個非把吸金的方式 傳統吸的比傳銷更厲害 老鼠會跟各位講 傳統吸的比傳銷更厲害 很多當中一些 你甚至一些股票上市公司 我今天公司體質很差 我就硬要這樣做一些會計帳 我做到上市 我做到上市的時候 當中一堆人去買他的股票 買完沒多久他就下市 他吸的錢他走啊 你是一般人你就受傷了 有沒有聽到 有 有 第四個部分當中 來凸顯你公司的正派經營 跟你公司的優勢 這是我們一般當中 在回應當中 老鼠會當中 老師講幾個重要的方向 其實主要的策略 我們剛才跟各位談過了 OK 好 就是你的公司的優勢 凸顯你公司是正派經營的 好不好 凸顯你公司的優勢 OK 好 這是我們講類似這樣的部分 居老師今天在教各位這個東西 我不是只教各位 回答傳銷式老鼠會喔 你有沒有發覺到 我一邊在講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一邊就開始在釐清 到底什麼叫傳銷 傳銷在做的是什麼 有沒有 所以說你的夥伴 會回答這些問題之後 應該對傳銷的觀念 是越來越正確 教意義處理 就是在建構正確的觀念 不是只是在對市場當中 怎麼樣去處理這個意義問題 好 這是我們講到第一個問題點 好 第二個問題點當中來說 這很多人當對傳銷的錯誤的認知 第二個認知 來大聲告訴我 叫傳銷是什麼 騙人的 哎呦傳銷東西騙人的啦 我跟你講 你不要相信啦 你都太單純 很容易被騙啦 有沒有這種人 有 很多人這樣說對不對 你被騙了不要再來騙我啦 對不對 類似這樣的部分 好一樣同樣 同樣的模式 我再問各位 當人家講傳銷是騙人的 你第一個要問的問題叫做什麼 非常棒 為什麼你認為傳銷是騙人的啊 是不是 你要先了解他為什麼這樣認為 好三個同樣三種狀況 第一個被騙過 第二個周遭的朋友家人被騙過 有些人是我沒有被騙過 可是我媽被騙過 我媽被騙我一輩子痛恨傳銷 聽老師的概念嗎 他就以為所有傳銷公司都是那樣的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了 所以第一個是自己被騙過 第二個當中是家人或朋友被騙過 聽老師的概念嗎 第三個是沒有人被騙過 只是他覺得傳銷是騙人的 就是人云亦云啦 就是我們剛剛講 跟傳銷是老鼠會是同樣的這個道理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了 你說老師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跟對方解釋 第一個你了解到為什麼傳銷 他覺得傳銷是騙人的 也就是很多人當中認為傳銷是騙人的 不外乎兩種方向 第一種的方向當中就是他認為 產品沒有像你們說的這麼有效 所以他覺得傳銷的商品都是騙人的 都講的超神奇 其實沒這麼神奇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了 第二個他認為傳銷來大聲告訴我 什麼是騙人的 收入是騙人的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你第一個要先了解 他覺得產品是騙人的還是收入是騙人的 這樣子的概念要先清楚的了解 好 聽了聽了聽了 插完了就看到我這邊了 OK好來 對於傳銷他認為產品是騙人的 老師要跟各位特別提醒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如果很多人對傳銷的了解不夠深入 或聽的見證不夠多 他就會覺得 好像你們把傳銷的產品講得很神奇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有效 不過老師必須要跟各位講 每一個人在用產品 我們產品真的每一家公司產品很棒 但是產品使用的效果 會隨著什麼 隨著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密度 聽老師看密度就是頻率 有些人當中產品真的很好 可是你的產品是要每天用 或你的產品是要三餐前都要用 是不是 可是有些人就是想到才用 然後人家都不好咧 有沒有這種人 有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叫方法 第二個當中叫做密度 我寫下來好了 方法 第二個叫密度 食用的密度 第三個叫做什麼 各位不要忽略 第三個叫體質 老師必須要告訴各位 有些人當中在用你家的產品 一用就立刻有感覺 因為剛好他的體質或他的狀況 是不是 有些人在用的時候 產品真的有改善 可是改善的沒有另外一個 來得那麼強烈 體質或是他本身的問題 比如隨便舉例 譬如說假如我的身材 我現在要改變身材 有些人一吃了之後當中 立刻或是一用了之後當中來說 立刻瘦20公斤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280 你聽老師概念嗎 我本來就45 我用了半天便是44.5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我就說他瘦20公斤 為什麼我沒瘦20公斤 你想你45瘦20公斤 剩下25 對不對 有一些人當中 他就認為為什麼我用的效果沒有他好 或者是說我本來是身體狀況 就非常糟糕的 我一用了之後 立刻有明顯的改善 可是有一些人當中 是我本來就很深強體健 我用了之後只覺得精神更好 但是我的感覺沒有那麼強烈 同意嗎 同意 聽老師概念 而且老師要跟各位講 有些你的夥伴 你要記住 有些人用了之後當中 他反應特別強烈 甚至本來很糟的狀況 瞬間通通改善掉 也有可能這是特例 聽老師概念了 不見得每一個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們的見證分享 其實要有不同的狀況 不然很多伴到 你要是公司每一個人講 都是這個人當中 比如說這個人 他講說我的見證是 其實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感謝我的產品 我其實已經死過一次 我躺在棺材裡面 但是我們產品好在 只要你不超過一個禮拜 用產品立刻可以站起來 你聽老師概念嗎 人家聽完就發瘋了 是這樣喔 對不對 你躺下去之後再起來 人家也很害怕 老師開玩笑 就是有些夥伴當中講 那我們知道 因為一邊外面的在看 傳職消 覺得傳職消的產品當中 講的都很誇張 但老師我們自己在看 我每次在上課 比如說有些夥伴在分享 我跟你講我聽了 我都跟著眼光都會紅 就很多人講那種很感受 他說他是真實的 我知道他不是說謊 但是問題是 的確是有一些狀況是特例 可是聽老師概念 就是他的改善的效果 是特別強烈 可是因為證據 他具有故事性 所以我們特別 把它拿出來做分享 可是你除了有這種分享之外 你還是要一般的分享 不然很多人聽完之後 都會幻想自己會是那樣 所以有的時候 不是產品沒有效果 是我們的消費者 對產品的期望值過高 有沒有聽老師概念了 他用了之後明明就有效果 他89歲 但是他為什麼覺得都不好 因為他覺得以為 他89歲用完會變成9歲 各位對不對 有人是真的這樣 你明明覺得他有效果 他有改善喔 可是他覺得都沒有效果 都沒有效果 其實不是沒有效果 是因為他把那個產品 想的太過於神話 他認為我89歲用完會變9歲 現在我89歲用完 只有70歲的體質 但是我覺得沒效 有沒有聽懂啦 有聽懂老師概念了 另外 這是我們講產品的部分了 另外當中來說的話 你在於收入的部分當中 各位老師要跟各位講 我們有時候在台上當中 我們常常在講解制度的時候 我們會分析 或是甚至講到能夠月收入百萬 但老師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你除了講月收入百萬 這叫做最好的狀況 或是月收入三百萬五百萬 有時候你要跟夥伴談 當我們做到這個聘接的時候 以他的組織這樣的情況 他可以月收入百萬 對不對 但是問題的重點是 如果就算你沒有做到這麼高的時候 你在一般 譬如說我們講這個中間 這個聘接 我們的夥伴到這個聘接的時候 平均 大概當中經營兩年時間 或一年半時間 可以到這個聘接 到這個聘接的時候 當中我們這個聘接的平均收入 是十五萬到二十萬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你的夥伴就想說 不一定每一個人他期望都是百萬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到這邊都能夠十萬十五萬 或是穩定十萬到十五萬的時候 我覺得很不錯 對不對 那他就會覺得說 好像這是我努力的目標 不然因為有些時候 為什麼有些人當中會認為傳銷是騙人的 因為我們上線 我們都找最成功的領導者在講 所以最成功的領導者講的時候 我們在座很多大領導者當中 月收入百萬以上 可是你家夥伴聽完之後 做了三年 結果他發覺到一個月到十幾萬 他說你看我就沒有月收入百萬 傳銷都是騙人的 因為他想的是那最頂尖的 你到一家公司去 你如果要這個邏輯的話 那很奇怪 你到假如我現在是傳統公司 你到我公司來應徵 你說老闆請問一下未來我有什麼發展 我說如果你做得好 你將來當中有可能會成為總經理 結果你做了五年你做不好 我跟你講說你只升到科長 就你說你騙人 你跟我講會上總經理 我說我跟你講如果你做得好 你會上總經理 我並不是告訴你進來就會成為總經理 有沒有聽懂這個邏輯 有聽老師這個邏輯了對不對 不然如果你這樣的邏輯 很多人就認為我只要沒賺到錢 傳統是騙人的 聽老師的概念 我只要沒有89歲變到9歲 傳統就是騙人的話 那我跟你講有幾件事情很恐怖 什麼幾件事情很恐怖 第一件事情當中樂透是騙人的 來聽聽聽 我為什麼舉這個例子來 假如說老師這樣舉例 來聽聽聽 先別抄先別抄 OK好 我要講解聽懂 不然到時候你真的只是跟人家講樂透 例子可以千變萬化 好我第一個部分我就跟你講說 如果說我們之前當中 上一期買大樂透 萬一有人當中就是連續共沽五期 就上一期的累積的什麼樣 這個獎金到投獎到兩億 結果那個人買了樂透之後 當中他中了投獎他兩億 兩億之後講哇樂透可以中兩億 結果一堆聽完之後 原來旁邊有人樂透中兩億 我打算去買 買了之後第一個他沒中 共沽他說這是騙人的 第二個那個中了投獎 剛好那一期沒有什麼人買 他只中了一千五百萬 他說哪有兩億啊 你根本胡扯啊騙人的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我們講的是一些狀況 聽老師的概念了 一些成功者的案例 也就是說你真的照做 有人做到這樣 你做到這樣的情況 你也可以得到那樣 但是有些夥伴 不代表你不努力 都可以得到那樣 有沒有聽懂啊 就像我今天開一個7-11 我是7-11的連鎖總部 我告訴你 哪一家7-11當中 這家店的店長營運得非常好 這家店一個月當中賺六十萬 你看7-11當中 如果你努力 你將來有可能有六十萬的收入 結果你開了一家店 你也從來不清掃那個環境 你也照顧的態度也很差 結果你那家7-11就賠錢 然後你就去跟總店講說 我要退錢 因為你說會賺錢 可是問題我都沒賺到錢 那是你經營的錯誤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要從這個方向當中去探 如果你真的認真在做 你的方式就是對的 然後再來的部分當中就是 傳銷其實它也是一種多勞多得 多勞就是付出越多得的越多 你要什麼樣的收入當中 你必須要什麼樣的付出 任何行業都是一樣 有沒有聽懂 有聽懂這概念了 所以老實講 這樣你跟對方在講 其他就聽得懂 所以我們今天你要去了解 他認為傳銷是騙人 到底是產品還是收入 產品騙人的給見證 聽懂我意思嗎 產品怎麼樣 他認為是騙人的 你就要跟他講 我們一般的夥伴使用的 都是什麼樣的效果 當然有些人改善的效果 特別的明顯 對不對 那收入的部分 來說老師剛剛也講了 最高的領導者是什麼 但一般我們的夥伴做到什麼並接 平均也有多少穩定的收入 對不對 它的道理是相同的 如果你認為 只有有一些夥伴領導者 最高領導者這樣的收入 我們這樣子講 叫騙人的話 老師這樣實在話 樂透傳統創業不都是騙人 所有東西都是騙群 因為不見得每一個人 而且婚姻也是騙群 因為有一個人告訴你我婚姻好幸福 結果你結了婚之後 發覺到並沒有那麼幸福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每一個人狀況不一樣 你不能夠因為你自己不幸福 你就認為所有人都不幸福嗎 不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這樣講的時候各位就清楚 可是有些人就是習慣這樣 對不對 有時候你都做得很好 你跟他講他就覺得 我做那麼不好 你怎麼可能做那麼不好 你一定是騙人 人們習慣用自己的經驗 去套到別人身上 No OK 然後傳銷當中 他本來就是多勞多得 OK 然後再來第四個部分 就是建立正確的期望值 也就是你的夥伴願意花多少的時間 願意花多少的錢來用產品 他用出什麼效果 他做出多少的成績 是一種相對 你的上限之所以人家做得好 人家一定是很努力 老師要跟各位講 一定要去記得這一點事情 OK 這是我們所談到 建立正確的期望值 就是期待 有些人當中就是 我們為了要讓他成交當中 講得太過於簡單 或講得太過簡化 也會造成你很多夥伴進來之後 沒有認真在做 等於老師會跟各位解釋 OK 我們先把它記下來再講 好來 停 看到這邊 老師講說 這個東西包括我們講 新人進來之後 要建立正確的期望值 很多上限為了要讓下限進來 所以當中都沒有跟下限講 必要的努力跟付出 所以下限進來之後 很多人就等著上限來幫他 他就等著淋錢 聽老師概念了 上限找下限進來之後 下限講說 我覺得 可是問題是 我不會賣產品耶 沒關係 你只要進來之後 你不會賣我幫你賣 可是我沒有交通工具耶 沒有問題 我會開車我會載你去賣 聽懂我意思嗎 結果你的火慢進來之後 你就發覺到 賣產品嘛 送貨也是你 聽到老師的概念嗎 有時候你還負責載他的小孩上課 很多很多上限就覺得 我為什麼做得那麼辛苦 你說老師要怎麼辦 我萬一跟他講說我不會賣 不你一定要自己學會賣 你怎麼講太多 他又不進來了 我在於要進來 或進來之後當中沒有配合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說老師我建議 各位將來跟你加點溝通之間 他說上限啦 我覺得我很想成功 可是我覺得我不會 不會分享產品 對不對 你說放心沒關係 你剛進來的時候 前面這兩個月的時間 第一個你不會分享產品 你可以當中邀約過來會場 或是我陪通你來分享 那這兩個月的時間 可是我跟你講 我一邊幫你分享 我一邊教你怎麼分享產品 所以說當中兩個月之後 你就會學會自己怎麼樣 去跟別人分享 我保證你只要用心學 可以學得起來 懂我意思嗎 他說上限 可是我沒有交通工具 我知道啊 你過去當中 可能也沒有剛好 也沒有習慣 或工作的性質 沒有習慣當中開車 或是你也不會 但你有想一件事情 有時候我們做傳交 還有一些附加價值 你來做一段時間 你賺到錢 你可以買一台自己 心愛的小車子 對不對 有時候你不一定要去買 你不一定要買BMW 搞不好你買一台 明天我會認識 Jennie 一定會認識你 我來講 我來講 你不想說 我來講 我來講 你不想說 我不是說 你不想說 我來講 我來講 你不想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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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